Charles,Chloé,Louis,Leo,Tom,Aul,Vigdor,Pierre,Mardin Mardin 大家好,我是豆豆 大家知道吗 在法国有174000多的人都叫做Mardin 大由于就是每1000个人里面都有2.6个人叫做Mardin 怎么撞名率这么高呢 法国人起名字是怎么起的呢 你看我们起名字呢 首先是姓已经固定了 只需要把名字起好 名字呢可以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 里面涵盖着父母对偶的期望 或者是一些别出心裁的针对男性特征或者女性特征 而起的老老上口的好听的名字 那法国人是怎么起名字的呢 除了Mardin这个名字呢 还有一些专门率很高呢 比如说Louis,Leo,Charles,Rudien,Rudy,Vigdor 怎么大家提到法国人都是这些名字呢 就是因为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给孩子们取名 只能够选日历上面的名字 或者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些人 日历上的名字什么意思呢 法国人手一本日历 这个日历呢 是里面标明了很多的宗教节日 因为法国很多假期什么的 每天他们随手都会带一个日历去画钩 比如说我下周去看医生 那天是不是假期什么之类的 然后每一页呢 都会标明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是一个特定的天主教的圣徒 比如说6月1号呢就是Saint-Rudien 那么6月1号出生的人呢 都会起这个名字 7月3号呢是Saint-Thomas 像就是前面的视频我有提过 圣就是我们汉语里面的圣 圣人的圣 宗教里面的人物 前面都会带一个圣字 Saint-Rudien,Saint-Thomas 所以他们都会起当天圣人使者的名字 有的人呢叫Saint-Rudien Saint-Rudien Saint-Rudien呢是戴高乐 Rudien呢是路易 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国王嘛 所以就是宗教上面的圣人使者的名字 或者是历史伟人 这也就说明了 为什么法国人的壮名率这么的高 这个规定呢是在1993年才开始废除的 就是说你才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名字 所以说法国27岁之前的人呢 基本上他们的名字 都是在这个日历里面选的 就是说一出生 那么我们就拿一下宝宝选名字吧 不像我们要想选一个喜欢的字 就像另外一个喜欢的字 再拼在一起 再想着的发音想不想亮 他们起名字就表示了随意 虽然说93年之后 废除了之前大革命时候 定了起名字的方式 之后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其实呢在近几年的 02年05年69年 又多次制定法令 对民族规则进行改革 但是自由选择你的名字 也并不认为就可以随便的起名字 比如说我叫王宝剑 王屠龙 也没有这么的随意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命比较的 如果我们起个钢带 或者是狗屎 或者分叉 怎样的好养活一点 对吧 我们爷爷奶奶背的时候 但是呢在法国有规定 如果你这个名字具有侮辱人格 孩子出生以后 在班里面会被人家嘲笑的话 户籍管理者是会拒绝 登记这个名字的 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有一个法国人呢 天下给他孩子起名叫 斯巴去人 斯巴去人的意思呢 就是刮刀的意思 然后这个户籍官员呢 就觉得你这个名字 犹如他的人格 会被别人嘲笑 就拒绝了他的这个名字登记 最后呢通过司法重序呢 法国就判定了户籍管理者胜诉 所以说在法国 起名字也不是能够 真的任意的随便取的 孩子本身的利益呢 远高于父母 比如现在的猎奇追求 再一个呢 就是关于名字的数量 法国人是可以拥有四个名字的 不像我们国家 我们每个人只能用一个名字 就算你改过一些名字 那也不意味着你拥有两个 因为其中会有一个标明 是你曾经用过的 法国人呢 起四个名字 可能是前一个两个 是父母们很喜欢的名字 后边呢 可能就是你爸爸的名字 或者你爷爷的名字 有点像新疆人的名字 对不对 名字就很长很长 比如说 法国去世的一位作家 让多姆松 他的真实的名字呢 就是 让Brunot Vladimir 他长得我记不住 让Brunot Vladimir 和François de Boll Le Favre d'Ormaison 然后我们念的呢 是念的多姆松 最后一个名字 所以法国人 是怎么给他们孩子取名字的呢 老辈的人呢 可能就在日历里边随便选 或者是一个历史上 自己崇拜的一个知名人物 现在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大家可以自由地选择 很多时候呢 还是会受一些当代知名人物的影响 比如说当下 哪个明星呀 记者呀 作者呀 或者是球员比较知名呢 那可能给他们孩子们 就会起一个这样的名字 所以说法国人和我们一样 其实从名字上面能够判定 这个孩子是大概能年出生的 比如说 上人狗蛋 或者是建国 大概能推出来 一个是可能爷爷奶奶辈的 一个就可能就是叔叔阿姨辈的 但法国人也一样 从他们名字里面能够知道 他父母起名字的时候 是在哪个年代 因为那名字可能是当时年代一个很流行的名字 那说所以流行呢 可能就是有名 对吧 而且父母如果真的追寻 特立独行 给孩子们起一个特别的名字的话呢 这个名字也不能是对孩子无利的 你们觉得好玩吗 留言告诉我 下次你们想知道的 关于法国的什么事情